据央视报道 当地时间8月30日 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2票弃权的结果 通过理想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 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决议强烈谴责了26日发生在 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袭击事件 并重申在阿富汗打击极端主义的重要性 要求不得利用阿富汗领土 威胁或攻击任何国家 或庇护或训练极端分子 至于为何中国投了弃权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在表决后的解释型发言中表示 中方对通过决议的必要性 紧迫性和草案内容的平衡性 都有巨大疑问 尽管如此 中方仍然建设性的参与磋商 并同俄罗斯一道提出了重要合理的修改意见 遗憾的是 我们的修改意见没有得到充分采纳 中方也一贯反对 提案国强行推动了做法 基于上述 中方对这份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 耿爽指出 阿富汗近期 乱局同外国部队仓促无序的撤出 有直接关系 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识到 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 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决议通过的当天 美军全部撤出阿富汗 正式结束了长达20年 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30日晚上 塔利班在喀布尔市区 明显庆祝美军撤出阿富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